大家好,大虾去壳别再一个一个的用手包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个给大虾去壳的好方法 简单快速很实用 首先把大虾冻得硬邦邦的 再用冷水浸泡给大虾解冻 能够一个一个的把大虾分离开就可以 等解冻好后,这时候再给大虾去壳 变得非常的轻松 把虾头直接拧下来 然后再把虾肉轻轻地往外推出来一点 让手能够轻松地捏住虾肉的一头就可以 这样一手捏住一头 慢慢地温柔地往外轻轻地拉扯 看,很轻松地就把虾肉和虾壳分离开了 而且非常的完整,一点也不浪费 这个小方法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实用 一动,一画,一拧,一拉,轻松搞定 熟练掌握后,就像开了快进一样的快 一秒一个 轻松做到大虾去壳,还不伤手 如果这个实用的厨房小技巧 大虾去壳 对您有那么一点点帮助的话 就用您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 转发出去吧 让更多的人知道和学习 很快可以说不到一分钟 轻松地就把这么多的大虾轻松去壳了 完美分离 接下来呢 用一把小刀在虾背处开刀 如果这时候看里面有虾线的话 可以顺便取出来 我这个看起来很明显 很干净 给虾仁开背的好处 不仅能够很轻松 干净地把里面的虾线取出来 而且还能使虾仁在烹饪的时候 更加的入味 美观 漂亮 因为虾仁里面的虾线非常腥 也特别脏 一定要清理干净 清理好的虾仁倒进清水里面 用手清洗干净 洗掉它上面的脏东西 吃起来呢 也更卫生 洗净的虾仁控干水分后 再用小刀给它分成小段 这样处理好的虾仁 你可以拿来包饺子 烹饪都非常的适合 一次吃不完的 也可以冷冻起来保存 非常方便 虾仁切好以后装在盘中 接下来在小碗里面打入三个鸡蛋 用筷子搅散 搅拌成鸡蛋液被用着 下面我就用虾仁 西芹和胡萝卜 和大家分享一道 食锦虾仁的做法 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它烧开 把准备的西芹 胡萝卜下锅 焯水 把这两种食材焯水30秒左右 胡萝卜 西芹 炖绳之后 控水捞出 备用着 锅中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以后 把鸡蛋液下锅 炒一下 用筷子快速的搅拌 把鸡蛋液炒至定型 炒成鸡蛋块以后 出锅 放在一旁 备用着 重新在锅里面倒油 然后加入葱姜蒜爆香 煸炒几下 炒出香味 炒香以后 再把虾仁倒进来 煸炒 煸炒至虾仁变色 微微的发红就可以了 跟着呢 再把配菜倒进来 炒好的鸡蛋也加进来 简单的翻炒几下 将锅里面的食材 翻炒均匀 调味儿加入适量盐 蚝油适量 胡椒粉少许 继继统翻炒几下 翻炒均匀 翻炒入味儿 出锅前 淋入水淀粉够馅 让汤汁粘稠 裹在食材上面 再撒点香油 体量 增香 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食锦炒虾仁这道菜 不仅营养丰富 而且鲜香美味 下酒又下饭 老少皆宜 如果大鱼大肉吃腻了 可以试试这道菜 喜欢就收藏起来吧 同时别忘记点赞 收藏转发交作业哦 这里是甜甜美食厨房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